KCON是世界上最大的韩国文化会展 自2012年开始KCON举办了各项活动 包括了KPOP演唱会、电视剧、美妆、时尚、音乐等 让韩流粉丝体验最道地的韩国生活方式 今年丰田在KCON洛杉矶会展中心 展示了2020年科罗拉全新版本 吸引大批韩流粉丝的目光 时尚的COROLA轿车和动感的COROLA Hatchback 肩背型都经过难事处理 只是Toyota中有Netsheet版本的六个型号中的其中一个 今年年初亮相的全新2020COROLA轿车 采取新的级别策略、大胆的外观风格 及以驾驶人为取向的内装设计 经过半年,COROLA推出Netsheet版本 以SE及CVT变速车型为基础 今年秋天开始生产 COROLA Netsheet版本特色在于 炫黑的Toyota Corolla和SE灰制 前面有黑色水箱护罩包围 黑色的侧摇臂 副转向灯的黑色加热电动外后视镜 黑色车窗失调及黑色外门把手 车的后头有黑色的导流板和下尾部扩散器 另外还有炫黑的18寸铝圈和黑色的车顶鲨鱼齐天线 车身有Super White、Classic Silver Metallic和Black Sand Pro可供选择 COROLA Hatchback身背型去年推出后 8起的姿态、18寸铝圈和选配的Blue Flame外观 立即赢得大众目光 2020 COROLA Hatchback也将推出时髦Netsheet版本 与COROLA造车一样是以赴CVT的SE机为基础 预计将继续吸引大众关注 与之更多Toyota资讯请造访ToyotaNewsroom.com 中天中望编辑报道